演出金歌掌、金牌救援、千云律师等电视剧 而为台湾观众所熟悉的男公民 昨日完成终身大事 取回交往青年的模特、未婚妻陈亚琳 二年的婚礼于晚间在首尔新罗饭店举行 紧邀请亲朋好友以非公开形式进行 思宜由男演员丁文胜担任 她是相识多年的圈中好友 也曾一起合作过《黑色太阳》、《迅南正音》等电视剧 而爱豆男团《东方神奇》则作为现唱著歌的嘉宾登场 9月下旬男公民通过经纪公司公开了婚讯 她和陈亚琳因合作电影《Light My Fair》而相识相恋 对女方一见钟情的男公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公开任爱后这对情侣虽然不会高调放闪 但上节目时却不必会分享两人的相爱过程 某次陈亚琳透露 当时男公民常常问她跟工作无关的问题 比如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兄弟姐妹 要不要见个面 让那时对男公民还没有感觉到她倍感压力 索性相处时间拉长后 陈亚琳渐渐被男叔的率真跟积极打动 慢慢打开心房对男公民产生好感 最后男叔用最直接的方式传简讯 向陈亚琳告白真的很喜欢你 要不要相信我 学着交往看看 被打动的她成功点头答应 小差11岁的两人低调交往了7年之后 终于携手买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两人不爱在社交媒体上放闪 但眼前粉丝都会发现照片的蛛丝马迹 比如同样的拍照背景 而在2020年NBC演技大赏典礼上时 凭借黑色太阳拿下大奖的男公民 也感性的谢谢女友 杨琳啊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很爱你 谢谢你 公开表白的举动 让粉丝狗粮吃饱 日前韩网上还曝光的男公民 婚礼席帖上面写着 在两人成为一体 这意义深远的日子 想邀请感谢的人们一起共相胜举 在昨晚的熊尔新罗饭店 虽然典礼仅邀请听摸好友 采用非公开的方式进行 只有拿到邀请喊者才能入内 不过仍然有一些现场画面外流 从宾客拍照的影片 可以看到男公民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亲吻了陈雅琳 新郎新娘洋育者幸福的笑容 男公民在掌声中入场 平日早已习惯镜头的他 看到宾客拿起手机抢拍 竟然害羞了起来 数次一手掩面 新娘陈雅琳身着 露肩唇白婚纱 头发尽显优雅气质 在一片欢呼声中 男公民亲吻了陈雅琳 两人消失而笑 看起来相当甜蜜 男公民在宾客的欢呼声中 亲吻了陈雅琳 新郎新娘养育着幸福的笑容 婚礼四宜由男公民的演员 好友丁文盛担任 婚礼歌手则是东方神奇 允号昌敏 他们送上歌曲BLEVE 作为祝歌 爱情长跑七年 二人终于修成正果 结为夫妻 44岁的男公民 遇上33岁的陈雅琳 但其实男公民 才是这段感情里 最会撒娇的那一个 男公民上综艺节目 认识的哥哥时 曾表示 因为陈雅琳在我眼里 太像小宝宝了 所以平常都用宝贝 或宝宝来称呼他 陈雅琳也透露 自己都叫男兄哈尼 还加码爆料 男公民私底下 其实超爱撒娇 甚至还会跳可爱舞蹈 跟谈剧里帅气的形象 相差甚远 大家都会展现出自己最幼稚的一面 明明长跑七年 依旧爱得如此火热 真是太让人羡慕这样的爱情了 而陈雅琳拥有一期四公分的高挑身材 在踏入演艺圈前担任模特 转型演员后 以电影解决师出道 陆续出演了 男子使用说明书 Line My Fair 吸血鬼侦探的作品 工作之余 他也会透过IG 分享自己的生活 运动日常 穿搭造型 也以舒适自然为主 更爱背上各种各样的 Chanel手带 非常值得风格相似的女生借鉴 此外 男公民的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演艺事业也是蓬勃发展 近期由他主演的电视剧 千元律师开播首集 就获得了平均8.1%的收视率 对四集收视率就冲上了12% 口碑和人气火爆进行中 喜事成商 男公民主演的千元律师 收视开高走高 从原本前一档的 今天的网慢 写下SBS 今年最低收视1.6% 他的巨一出 立马创下了今年首播最高收视 8.1% 昨日最新三级收视 又破纪录来到12.9% 还把隔壁台的路心裁 退伍力作人生顺利组 打得落花流水 抗拒能力 无神能敌 千元律师讲述了 只收1000元韩币委托费 便拥有绝对实力的高CP值律师 为没有背景的委托人 展开辩护的爽快故事 风格逗趣 轻松好下饭 最新一集预告 编剧还幽默的 向南光敏的另代表作 金牌救援致意 南光敏对着女主角金正恩说 金牌救援非常好看 怎么不出第二季呢 金正恩反问 律师你也不知道吗 南光敏亦有所指回收 不知道 两部剧梦幻联动 造成网友暴动 杀疯了 虽然剧情有点幼稚 但引人发笑 才第三集 就电视台收视第一 男叔的牛逼 我是大学的福气 男叔简直平地 盖成63大楼 男叔年底大赏提前预定 等等流言火热 但确实 南光敏苦熬14年 才大气晚成 成为收视保障的演员 大学还在探索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的 南光敏 在大二看到演员 争选开始有了演员梦 一路走来 其实非常辛苦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 加上竞争力非常大 他在没有经纪人的情况下 用临时演员的身份独立 也参加过主持人的选秀 一直到了2002年 经过前辈介绍 他才从情景剧开始 正是踏上演员这条路 但演员这条路 并没有想象中顺遂 南光敏设为新人演员 在刚入航时 长印演技不足 被导演辱骂 但这也成为 他不断进步的动力 南光敏曾在节目中分享 早期他为了能快速前往拍摄 在等待上戏时 他都会坐半边凳子 让身体前倾 长久下来也让腰部 颈椎有了职业伤害 南光敏在演员生涯中 尝试多种角色跟风格 刚入航时 他大多饰演温柔 多情的角色 因在作品中都不是饰演主角 被关上万年男二的称号 让南光敏有了很大的自卑感 经过多年来的精力努力 让他的演技大受好评 而后他开始接触反派作品 超真实 令人害怕的演技 让他有了国民恶人的称号 更有人赞誉 南光敏演什么像什么 2015年南光敏 在看见味道的少女戏中 饰演有着反社会型人格的 连环杀人案的杀人魔 他一边饰演着实力过人 和善且多情的主厨 另一边又饰演着 惨暴的条马连环杀人魔 剧中 他的演技受到观众的认可 残润 粗暴的眼神 让人不寒而栗 更有网友 称他的演技跟气势强的 会让人觉得 他才是故事的主角 在2015年 南光敏饰演 Remember儿子的战争中 继承者的角色 南归万 在剧中 他不但是过自由奔放的继承者 更是一位患有愤怒 调节障碍的杀人犯 细腻真实的演技 让他因此得到 国民恶人的称号 被称为收视保证的 南光敏 出演多部戏剧作品 也常常担任 整部戏剧的重要角色 即使入行多年 南光敏始终没有忘记 他的初心 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 他的剧本 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迹 为了成为更好的演员奴隶 如果你还想知道 事业爱情双丰收 什么样子 那就看看南光敏吧 他没有悬兵 从始至终的光环 一步一步成为 韩国最出名的 性看眼的票房保证 现在又结束 青年感情长跑 走进婚姻的殿堂 一切美好 都是这么不期而遇